OK 那我們繼續來分享維克斯的中文教學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它的新的一個效果 這邊有一個叫 str 這邊 這是有做一些橫條Banner的效果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paralless 應該這樣念沒錯吧 它就可以創造出一個垂直視覺的效果 那我們來做一個操作 這個 用這個部落格好了 那基本上 我們現在這個網頁上面有很多元素 所以在操作上要注意到這個 前後 然後最前 這邊有一個 arange這邊 就是元素的前後 對應關係 那我們現在新增一個 選一個 這個好了 色彩繽紛 稍微等一下 那麼移上去 那你會發覺它蓋掉 原來的元素 所以這邊我們選一下 這邊 我們選一下 好 movie backward 移到後面 這邊有一個叫 下面 移到最後面 OK OK 它就可以把這個元素移上去了 那我們就用拖曳的方式把這個 移到我們要的地方 好 對齊 那我們來預覽看看 它移到 欸 再看一下 好 好 所以你看 那向下滑動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垂直視察的效果 那麼可以改背景圖片呢 答案是可以的 好 我們再新增一個 它這邊有一個模組 好 像這個 可以放Logo跟Title字的部分 好 那我們新增在這邊 像比方說這個背景 我們按下 它就可以 好 可以選擇這個更換背景 那我們選這個image 這邊 找一個 這個 不能用顏色 所以再換一下 OK 那我們就可以換這個背景了 稍微再移動一下 那這個 點一下這個元素呢 它可以看到 然後 它是ongroup 就是它目前 其實這個已經 元素被組合起來 所以你沒辦法修改 所以你按想要group 把它分解開來 好 圖檔一樣好 我們就選個Logo 適合的 好 我們隨便找一個 Logo來試好了 PMG圖檔 OK 設定 然後選Feed 它就可以把它 放到元素中間 FIT 然後 這裡可以放文字 好 我們在抬頭 改革字的顏色 選這個元素 選這個元素 OK 好 好 OK 那再來看這個 一樣解開元素 那我們先看一下它是什麼意思 應該是向下捲動的意思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Link 這部分就是Anchor的功能 所以說這邊可以選擇 我們要移到哪邊 網頁 或是如果你有下Anchor的話可以參考 我們有教學Anchor的教學 就是秒點的功能 那做完之後 我們會去調整行動版 那我建議是這邊一樣 再把Grooper群組起來 OK然後預覽看看 好沒問題 我們再來修改行動版 先看一下預覽 跑的位置蠻多的 那一樣齁我們把它 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好把它拖曳上來 那一樣你拖曳上去的時候 你會發覺它 被背景蓋住了 所以你再選一下這個 Erange這邊把它移到最前面 看一下這個 它會移到最前面 OK 下面這些如果你覺得這個元素不需要 可以把它隱藏起來 按第一盒再去幫你隱藏起來 按第一盒再去幫你隱藏起來 OK 可以預覽看看 它的行動版感覺 效果就沒有那麼明顯 好那以上先分享到這邊 謝謝